放假没回家的报道以下 满城最大的悲剧 就是被阿森纳击败的时候 连招呼都不会打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本场比赛 阿森纳进攻层次完美 金琴科也按住不上 赖斯进攻不说 防守绝对顶级 这还是萨卡不在 如果萨卡在 估计会输更惨 等丁丁复出 罗德里复出下半赛季再决战吧 现在的阿森纳 虽然少了点温格时候的浪漫 但现在才是冠军之路 冠军不需要时时刻刻 踢出美丽足球 需要铁血 需要运气 需要让对方更难受 满城是该找找问题了 再加上人员的伤病 瓜迪奥拉想想办法了 哈兰德不应该只会吃饼啊 其实换下哈兰德 都比换下阿尔瓦雷斯好吧 整场比赛前场 也就阿尔瓦雷斯威胁最大 无论控球时间 还是射门次数 阿森纳全面占优 赢球实至名归 满城少了德布劳内 实力下降了好几个档次 德布劳内不是最重要的 罗德里才是关键 有罗德里至少平局 本以为哈兰德去曼城 是如虎添翼 结果也是欺软怕硬之辈 现在想想那个快四十岁 没有强力配置支撑的男人 有多难 德布劳内也三十多了 伤愈后 还有多少功力也难说了 输赢放一边 就不该让科瓦上 在场上完全就是拖后腿的 曼城这联赛两连败也差了那么点运气 P狼队一个门线被解围 迪亚斯一个折射乌龙 皮阿森纳也一个门线被解围 阿克一个折射进球门 罗德里缺阵只是一部分影响 曼城公道进攻三区次数不少了 没有威胁传球 曼城的比赛 从联赛第一场至今我都看了 打得不好 不合理 特别是多库 丢球失误率太高 傅安建阳百度非常重要 不过正常傅安建阳是后卫不应该在这个位置 估计教练安排的让他利用身高前差 哈兰德其实牵制的已经很好了 但是我感觉还是曼城整体差点意思 这个点在哪了 还是要刮帅和全队打破这个点 三连败过后 华迪奥拉也不那么自信了 事实证明 也只是一个凡夫俗子 唯一的实力 都来自俱乐部的支持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我会继续加油的